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的啊 我来示范一下 这个球是这样去杀的 是杀的很 力量用的很长 很长 那这种球呢 它不好压 不好压力 杀球还是时间太长了 正确的应该怎么杀呢 应该是 但是这种突然的发力 就是 这个球啊 离我的这个拍面它不会太长 就是因为我把这个力量最后转换到我的这个手腕上了 但是你没有 你是整个力量都转换在你的大臂跟小臂上 手腕的最后的这个下压的收力做的不够 所以说你在杀球上要注意 就做杀完之后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压腕的动作 那个球才会比较深 然后爆发力才会比较强 再来请出我们的第二位球友 他练的是一个杀上网的步伐 然后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有些小的问题 就比如说 在打完这个往前之后 往后跑太快了 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球放完完之后 对方一定会起球呢 不一定 在放完完之后 希望你能够压一下 然后再退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后场的进攻当中 应该是尽量的抢高点 往上跳再往下挡 你有点这样坐着再打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你后场的进攻完之后 你应该会有一个打完这个球 打完之后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 要往前冲的一个感觉 你没有 你打完前之后 你是站在这边 然后再启动 再走 如果对方挡得快 往前一定下往 那我怎么练 我要示范一下给你 OK OK 够了 意思就是说 后场进攻抢高点 之后连贯一定要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打完往前之后 不要轻易的往后退 应该先加往 然后要注意这些细节 OK 累死了 第二球就到这里 再来请出我们的第三位球友 这个旅程 其实打的还蛮好的 因为其实打羽毛球 能够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大家就应该觉得是一件 非常开心的事情 然后刚开始能够打得这么准 对吧 然后各方面天赋也不错 希望你能够真正的热爱羽毛球 然后加入到我们羽毛球的大家庭当中 然后我也希望你下个月 还可以发视频过来 让我看一下里面的进步 其实还不错的 真的 真的很棒 然后我建议你去我的 微信公众号阳神大神去看一下 我往期有一个 灰拍的一个基础灰拍教学 你可以跟着练一下试一下 然后在下一个月再发视频给我 让我看之后看到你的进步 好吧 谢谢你的支持 今天的超级球友 也是一个练步法的一个球友 然后他的整体这个协调性 还有他整体的这个移动 其实都很棒 包括他还在模拟被对方欺骗之后的一个 二次启动的动作 这些训练方法都是很好的 那就是说你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还是要有快慢结合 长短结合 不要每一个球都跑这么均匀 在速度上应该要有一些变化 就是有的时候要有临时的三到五拍的加速啊 有的时候要有大面积的救球啊 还有一些 假设自己被假动作欺骗的一些二次三次其中都要有 总体来说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下个月 然后你还可以发来自然一个视频给我看一点 看点微信部 谢谢你的支持 今天解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发点打药视频到屏幕下方的邮箱 然后每周都会进行挑选三到四个球友来进行解惑解答 然后这个节目一直还是比较受关注的 谢谢大家支持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 然后里面也有我的微信 可以下个微信和我交流 谢谢大家支持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阳神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 你们订阅点赞